喊狼来了的男孩 从前有个放羊的男孩 给他所住的村子里的人放羊 他每天早晨从羊主人那儿 把羊集合在一起 然后赶到山上去吃草 每天傍晚 他小心地把羊赶到一块儿 领回家去 有些日子待在山坡上很舒服 时间过得很快 有些日子那男孩感到又厌烦又急躁 从早到晚 除了看羊吃矮矮的青草外 无事可干 有一天他决心找点事消遣消遣 狼来了 狼来了 他扯着嗓子喊道 狼抓羊了 村里的人都从家里冲出来 帮他赶狼 他们发现 那个放羊的男孩 一见村里的人气愤的脸色 就哈哈大笑 笑得眼泪顺着腮帮子流下来 这孩子 这孩子一次又一次地玩这个把戏 每次村里的人都来帮他 后来在一个冬天的傍晚 他正打算把羊赶拢来回家时 一只狼真到附近来觅食了 他从羊发出的惊恐的咩咩叫声 意识到狼来了 他往暗处看去 发现一个长长的灰色的 模糊的影子 向羊群爬去 放羊的男孩吓坏了 狼在昏暗中看上去很大 而他只有一根牧羊人用的弯饼杖 可以来打狼 他一边大喊道 狼来了 狼来了 狼抓羊了 一边向村子跑去 然而这一次 村里的人没有从家里跑出来打狼 其中一两个人在干活 抬起头看了看 对着叫喊声嘟囔了几句 多数人都耸耸肩膀说 这套把戏玩得太多了 孩子还没有找到人帮忙 狼就赶着所有的羊逃跑了